它是变后掠翼重型战机最后的荣光 其硬朗的机身线条令人过目难忘 同时它也是英德裔三国联手下的德裔之作 它就是欧洲狂风战机 随着该机在本月14号迎来50周年纪念日 也让人不禁感慨 那即将落幕的变后掠翼战机时代 今天老亨特来带大家一起 怀念这款老战机的风采 欧洲狂风战斗轰炸机 是由英德裔联合研制 是一款双作双发超音速 并后略意战斗轰炸机 在它诞生之初就被寄予厚望 英国想要用这一款战机 代替自家的截击机 战略轰炸机 战术轰炸机 以及攻击机 毕竟在狂风诞生的那个年代 美苏阵营对立 似乎大战一触即发 欧洲各国对具备纵身打击能力的 高性能战术攻击机的需求最为迫切 同样为了适应北约组织对付突发事件的 灵活反应战略思想 狂风战机应运而生 只不过当时的欧洲各国 虽然已经走出二战阴影 但整体上相对于世界两极的美苏 还有所不如 因此各国只能搭伙过日子 联合研制一款战机 希望能同时满足各家的要求 但在研发开始后 各家却发现 以它们目前的技术 并不能将诸多任务要求都集中在一架战机上 因此这就有了 狂风战机三个主要型号的诞生 它们分别是狂风IDS 狂风ADV 狂风ECR 其中狂风IDS中的IDS 是组绝打击的缩写 代表这一机型的狂风 是针对攻击地面目标设计生产的 该型战机于1976年7月开始生产 英国取得的编号为G-1 德国 意大利以及外销道沙特阿拉伯德 则仍演用IDS的称呼 而第二款狂风ECR 则是德国使用的次型 最初是用取代担任侦察任务的 RF-41与RF-104G 它在基本保留IDS型 对地攻击能力的基础上 追加了侦察与电子对抗设备的侦察 电站型飞机 这些飞机可以携带美国高速反辐射导弹 但由于基载设备性能限制 这两种型号只具备有限的自卫空战能力 也就是用红外制导进去空空导弹 进行试剧内空战的能力 这个缺点让英国十分不满 英国认为自己需要的是一款 能够在距离机场300到400英里以上的范围 执行战斗空中巡逻任务 使用机上的雷达 或者是地面战管雷达提供的资料 拦截地空高速威胁的截击机 这就有了狂风AD危险的诞生 它可在远离英国本岛的外海上拦截具威胁性的敌机 例如苏联的TU-22轰炸机 同时具备恶劣天后下的作战能力 机场挂在衍生自麻雀导弹的天闪空对空导弹 具有中距离接战能力 这款拦截机在服役后 立马就取代了在皇家空军服役的闪电战斗机与F-4战斗机 只不过由于其他两国对防空拦截并没有太大需求 因此参与狂风计划的三个国家当中 仅有英国购买了狂风AD危险 虽然以上这三种机型各有侧重 但其本身的机体性能在当时还是十分不错的 从外形上来看 狂风战机颇具工业化设计美感 该机全长16.7米 最大翼展13.9米 最大起飞重量28吨 机身下共有10个外挂点 可挂在反舰导弹 反辐射导弹 中远程空空导弹等 它采用浅灰色涂装 整体颜色较浅 只有垂尾根部常常挂满黑色的烟灰 看起来十分独特 实际上这是该机独特的减速装置造成的 与一般战斗机采用减速伞不同 狂风战斗轰炸机采用反推力减速装置 这套装置使战斗机在落地后 经过短暂的滑行即可停下来 且短距起降性能下好 只是反推发动机口冒出的高温火焰会掠过机尾 让该机落下一个擦不干净的黑尾巴 而该机另一个设计特色就是它的变后掠翼了 视频的中间 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老亨特 你的一个赞和转发都是我做视频的动力 好了 咱们继续回到正题 在同类型战机当中 美军的F14以及F11都有类似的设计 这样的设计可以同时保证战机优异的低速性能和高速性能 但同时与所有采用可变后掠翼的飞机一样 狂风的优点和缺点也都与它们的优缺点基本一致 先说优点 可变后掠翼通过改变机翼后掠效 可同时满足亚超音速不同速度区间下的升足特性要求 可以有较高的亚音速升足比 这有利于提高它的巡航航程和起飞重量 另一方面 可变后掠翼机翼面积通常都不大 由此也降低了零声阻力 让超音速飞行时候阻力更小 有利于高速突防和撤离 因此狂风战机有较高的巡航升足比 能实现较大的载弹量和航程 它的最大载弹量能达到9吨 带4具赋油箱 其最大航程可达3890公里 转场航程达3800公里 同时高速性能也相当不错 最大速度可以达到2.34马赫 但同时在获得变后掠翼优点的狂风 自然也继承了这种设计的缺点 可变后掠翼众所周知的缺点就是死重很大 加上狂风追求高速性能 而采用了重量较大的二元可调进气道 并为了减少降落跑道长度 而采用了重量较大的发动机反推装置 所以使用双中推的狂风 不可避免的有着接近14吨的空重 而较小的体积又使得该机 只能装下中推级别的RB199 因此飞机推重比偏低 同时由于机翼面积较小 狂风的意在和非常高 这点虽然有利于低空飞行的稳定性和高速性能 但是其机动性不可避免的差了不少 因此狂风可以叫好的胜任对地攻击机和截击机的角色 但却在机动空战当中有缺陷 这时候就不得不提一嘴同样是变后掠意的F14 虽然该机的推重比同样偏低 但却有着宽大的中央升力体 再加上熊猫那很大的展显比和优秀的机翼增生设计 以及计算机自动控制机翼后掠角 竟然获得了十分不错的机动性能 不过狂风虽然在这方面不如F14 但该机的任务毕竟还是以对地攻击为主 因此狂风也有着属于它的作战模式 先以巡航高度飞行到前线 再拉低高度 以接近音速的超低空高速飞行突破防空系统 在攻击完成后再以低空返回 这种战术在狂风诞生的那个年代是十分有用的 能明显降低战机被发现概率和减少暴露时间 提升战场生存能力 只不过这个战术也会增加攻击飞机对地作战的难度 这个就靠狂风的四余度电传操纵 和与之综合的自动飞行控制系统来帮忙了 在60米高度进行低空高速突防作战时 狂风战机拿高精度的操纵系统与地形跟踪系统配合 使得低空高速飞行和突防更安全和可靠 值得一提的是 狂风战机还是德国重要的核力量组成部分 该机可搭载美制B61战术核导弹 执行核打击任务 在冷战时期 这一组合也是北约的一种杀手锏手段 如今狂风战斗轰炸机已经服役50年 尽管几经升级维护 但部件老化 性能落伍已是事实 如今英国空军装备的狂风战斗轰炸机已全部退役 德国空军虽然保有不少该型战斗机 但有一半处于停飞状态 特别是在德国决定向美国采购F35后 狂风战机距离完全退役已经不远了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